大家好,我是月韩 不管是刚入职的年轻人 还是在社会上打拼几十年的老人 在职场生活呢也是非常丰富的 尤其是领导下达命令的时候 是非常有讲究的 有的时候领导看似没有分量的一句话 也有可能成为陷阱 那今天呢,月韩就和大家分享三句话 领导常用的套路话 第一句是,这件事你尽管放手 那很多朋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会觉得领导对自己很信任 想着能够做出一番成绩来 但是呢,这其中要注意的就是 你放手去做这句话呢 并不代表着你不用汇报工作了 而是能够做到足够好的去汇报工作 那这点呢,也是领导考察一个员工的方面 毕竟每一个领导都是有掌控率的 那第二句话呢,是 你做多少我都是看在眼里的 埋怨这一点在公司是很常见的 我们工作最基本的目标就是为了赚钱 为了升职加薪 如果我们干了很多领导还不知道的话 肯定是心里不舒服的 那这句话呢,对一些连续加班的朋友们 肯定是有感触的 自己连续干了这么多天 听到领导的这一句话 一下子就能够消去很多的怨言 会在心里默默的想,领导都是看在眼里的 我还要继续努力 对于领导来说呢,这个收益就更大了 不管是会让你心甘情愿的继续做下去 还会得到一个非常给力的员工 那第三句话呢,就是 你可是公司重点培养的对象 这句话领导也是非常爱说的 目的呢,是和上句话是差不多的 就是想让员工拼命的去干活 还不抱怨 尤其是当一些烫手山芋 没有人接手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会让你接手去做 而你内心在想着 哦,我是重点的培养对象 我得好好干 领导呢,肯定会给我升职加薪的 那领导呢,是听在耳里 乐在心里 今天月寒和大家分享的领导的这三句话呢 看似是诚意满满 但是呢,保不齐会有领导打着歪心思 但是无论怎样 想在职场上混出头 能力是首要 关系是次要 不管你做什么行业 自身条件你得硬 所以呢,月寒给的建议就是 基础的职场套路要懂 但是呢,打铁还需自身硬 好了,今天的分享内容呢 到这儿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关注、转发、收藏 我们下一期再见 谢谢大家